欢迎大家来到ST-Codescom3的课堂 那么我们今天来重点讲解SPI串行通信接口 也就是我们STM32的SPI外设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 SPI通信的接口 首先是由摩托拉拉公司提出来的 一种基于同步串行外围通信的接口 为什么我称作为同步呢 是因为它有同步时钟信号 这跟前面讲的UART 它是不同的 因为UART 它是没有同步信号的 当然我们在Cortex里面不叫UART 而叫USART 也就是它可以兼容 也就是它可以做同步信号使用 这个我们也要求大家看它的这个说明手册 了解它做同步的时候是怎么使用的 好 那么SPI做同步是用的非常广泛的 它在这个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低功耗 需要保存少量参数的这个智能化传感系统里面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SPI它是一个全双功的 比如说既可以这个数据 它是双向 全双功双向可以随时可以流动的 那么在这个一个数据传释的过程中 它一个总线上面 它只能够实现一主机和一个重机进行通信 也就是说SPI总线 它本身可以挂多个 这个多个机器在上面 但是任何时刻 它只能够一个主机和一个重机来进行通信 好 SPI通信的整个接口来讲 它分为这个主要有以下四个标准的这个信号输出 第一种信号我们称之为MISO 这个英文单词就是MUST IN MUST IN SLAVE OUT 就是MISO 是什么呢 MUST就是主机的意思 主机进去 IN就是输入 重机SLAVE 作为OUT输出 这就是主入重出 MUST IN SLAVE OUT 好 第二个信号就是MUST OUT SLAVE IN 那么就是由这个信号是由主机出来的 OUT 而重机 怎么办 SLAVE 对吧 它就做IN 做输入 好 这是主机输出 重机输入 那么这实际上就通过这个英文的意思 实际上就定义了这个 两个数据的这个流向 对不对 一个是从主机进来 一个是什么 从主机出来 一个是从主机什么进去 那么就实际上定义了两个数据流向 两个数据流向的线 好 第三个就是SCK SCK 就是SELL CLOCK 就是串行的一个时钟 那么这个串行时钟就是用来进行同步使用的 同步使用 那么距离这个同步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一定是上升员呢 这里不一定 因为我们的SPI 标准的SPI接口 上升员也可以用来进行数据的这个锁成和同步 其实它的下降员也可以被使用 所以在这里我们后面就讲到它很灵活 它可以配置 好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片选信号 这个重机选择片选信号 当它低电频的时候进行有效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总线上面 SPI的总线上面 这是SPI的总线 它挂了好几个机器 那么可能这几个机器里面都有CPU 那比如说都是一个ARM芯片或者科大芯片 比如说我都是STM3芯片 那么实际上这几个STM3芯片 它们之间是可以怎么办 可以进行通信的 但是通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刚刚讲了任何一个通信的过程中 只能有一个主机和一个重机 必须是这样子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个STM3 你如果说是做主机的话 那么你就这个SS信号就不要有效 也就是说你这里一定有个SS引脚 就不要有效 也就是说你是作为主机 而你是作为重机的话 你的SS电瓶应该是这样 就变成什么 低电瓶 那么这就是一样 用于这个进行主机和重机的选择 用的 因为我们的通信必须只有一个主机 因为主机来控制一个创行时钟的信号 完成整个发送的这个控制作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接 在SPI的在SPI总线的这个控制下面 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各种各种各样的简单的或者复杂的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SPI上面 这是两个通信的这个电路 通信的电路 MOSI和MISO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 MOSI是数据怎么办 出来 MISO是数据怎么办 输入 对不对 好 好 这是时钟线SCK 它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钟信号 12高电频12D电谱 那么产生一个这样的时钟的脉冲 在时钟脉冲的驱动下面 这个数据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这个传输了 好 然后它作为主机 你可以看到它的SS信号作为什么高电频 而其他作为重机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作为重机 它的SS被主机进行什么 骗选 骗选 骗选了 好 这就是我们可以告证一个复杂的 比如说多机通信的一个系统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真正的一个SPI 它通信的过程 实际上SPI通信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两个把它把它一分为二 这边是一个机器 一个SPI的接口 这边是另外一个SPI的接口 另外一个SPI的接口 那么这两个接口 它们之间怎么个连接法呢 它们实际上是 这边一个八位的一位计程器 这边也是一个八位的一位计程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MISO如果这个是主机的话 这边是主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做SPI主机 那么主入重出 大家可以看到 由它的 移位计程器的最高位 移到它的最低位 移了之后 可以由它的最高位 通过MOSI 又可以怎么办 发送给它的最低位 然后这些的过程 这个数据 传输的过程 是受到这个SCK 给过来的一个 时钟信号来控制的 是这样子的 一个通信的过程 也就是内部 它实际内部 都是有一个一位计程器 来实现 这个一位一位的操作的 好 那么至于这个时钟 它的快慢 就决定了通信速度的快慢 当然 这个速度的快慢 那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比如说不能太快了 如果太快的话 你比如说 我这个时钟速度太快的话 如果从今来不及响应 你这个主要的速度太快了 我传输速度 我这个来不及响应 那有可能就会发生什么 像传输不正确的现象 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合理的 的范围 通信有个最快速度 有个限制 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通信的这个 这个时钟的这个速率的高低 决定了通信的速度 那么通信速度 一般来讲 都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这个在不同具体的这个芯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一个标准的这个通信范围 好 这个里面就是图 就是这个SPI的一个框图 那这个是SPI 它这个大致的构成原理 好 我在这里对 嗯 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些讲解 这个里面都是用英文来描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找几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找几个管角 第一个我们找这个SCK的这个管角 SCK大家知道这个管角出去的管角 是产生一个叫做什么 产生一个叫做时钟的信号 那么它是由谁来产生的呢 它实际上有 大家可以看到有 有这里产生的 好 这里产生的时钟信号 不但可以出去 那么出去给谁用 它出去给重机用的 对不对 因为是给另外的这个重机用 同时它还给自己 一条电路给自己 大家可以看看 给的谁 给的自己的内部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叫做 Communication 就是这个通信的控制 communication control 一个通信控制的一个逻辑电路 给到这里 那么给的外面 是给重机用于通信的用的 然后给到它自己一个 叫做通信控制电路 是给自己来进行驱动的 好 这是第一个 它的SCK是来往两边送 那么SCK从哪里产生呢 它实际上从这个这里来产生 就是叫做一个Border Border rate generator 一个Border率发生器 那么Border率就是发生器 那么Border率发生器 就会产生相应的这个时钟 时钟信号 那么这个Border率的发生器 是由谁来控制呢 由这边有一个叫做BR1 BR0 BR2 这三个来进行控制 比如说由这三个值来决定Border率的这个速度和快慢 这个快慢 所以这个计程 这三个位应该来是决定Border率发生器的这个速度 这是这个是在一个计存器里面设置好的 也就是在SPI1的 SPI的CR1计存器里面 可以设置Border率的这个速度 好 这就是我们产生一个Border率 那么除了产生这个Border率之外 还有一个大家哪还能看到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通信控制 那么通信控制 大家可以看到通信控制又受到哪些 控制呢 第一个他受到一个叫做MSTR的一个控制 这个是MSTR 控制 还有一个SSI 这边连接到这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MSI 这一个MSI 一个MSI 连到这边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连进来 叫做通信控制 那么通信控制最后控制的是什么呢 就要如果通信控制中如果出现错误 那么比如说CRC交验错误 模式出现错误 或者程序出现这个数据的溢出 那么它就会在SPI SR这里面相应的位就会四字 一 通信控制出来的这个信号 就出来连接谁呢 连接的这叫做Master Controller 也就是主控制的这个逻辑电路 这是主控制逻辑电路 那么主控制逻辑电路 它的控制的信号出来 控制谁呢 控制这个 控制这边的一个电路 那么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 控制了实际上就是控制这个信号的这个传输 也就是控制这边的门 是否断开或者打关闭 控制了这样的门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控制这一块 那么控制这一块里面 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控制计存器里面 有SPI的CR1控制计存器 还有SPI的CR2控制计存器 也是这里面有很多控制 那么这里为了简化 并没有把所有的引脚 关于控制的引脚 这里都连起来 没有 它只是把几个关键的东西 用简讨机器来表示 好 在整个逻辑的这个控制这个总 总控制的这个信号的驱动下 驱动下 那么 这个数据是怎么通信的呢 miso 大家可以看到数据是组入重出 也是数据从外面进来 进来连到哪里去 大家可以连到这里 连到这里 这里就是有一个就是shift regist 就是移位计程器 移位计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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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移位计程器 由移位计程器 然后这边还有可以怎么办 可以输出输出输出到哪里 mosi输出输出去 所以这个移位计程器 就即保存了我要发送的内容 其实我要接收这个别人发给我的内容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要发送的内容 就是通过发送通过数据 通过这个总线 那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往哪里写 我们可以往这个text buffer发送去写 然后我们这个数据 一旦八个接收完整的时候 它自动的放到这个rx buffer 比如说我们从rx buffer里面可以读 读取我们就是接收来的数据 而我们的往这个rx buffer里面去写 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要输出的这些数据 这就是我们整个通信的一个流程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SBI这个通信流程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它主要受到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这个通信速度受到一个border率的控制 对不对 然后在border率的控制下面 通过移位计程器的移位 实现数据的这个输入输出 数据的输入输出具体的内容 有输出有tx buffer决定 输入的内容就会输入 每次获得八个位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就放到rx buffer 其他的无非就是一些控制计程器 管理控制它的作用 然后还有状态计程器用来显示 它的这个整个通信的一个状态过程 实际上来讲还是比较简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有讲 有讲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的了 这个spis它是有主模式和重模式 有做主机和做重机 那么作为主机或者重机在哪里进行选择呢 这个里面有一些控制位 就是mstr 和mstr 就是主设备进行选择 就是主设备进行选择 如果设置了作为主设备 mstr自一了 并且spi自一 还有sp1也是在什么 c1 整个就是说我这个spi的模块是否允许工作 好 如果说这个 这里面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ns引脚没有使用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被软件什么 被软件来制定 也说你如果说你在ms这个引脚啊 你并没有在外部电路上 因为你这是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路里面 这个明显的是做主机 对不对 这个是做重机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做重机一定要ns引脚要接什么 片选线要接d 要接外部要接d电名 然后这边一定要接什么 接高电名 但是cotex芯片也在stm的这个芯片 它做了一个强大和优化 比如说当你外部忘记了接ms 这两个一个为高一个为低的时候 它可以由软件来设置 有软件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它 内部接高接地或者内部接高 这个是很优异的 因为软件它是个活的 软件是通过编程就活的 因为硬件这个电路的话 你做死了接了d 他就是做 接了d你就一定是做重机了 接了电源就一定是做主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没有太多的变数 那么编程的话 它既然可以软件设置 它就有变数 变数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前面这里也有一些 肯定也有一些地方可以去设置的 在这里面可以设置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这里有两个位 你比如说这里msnmsi 这些应该就是可以去设置 这个到时候我们在 在讲的寄存器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很强大 好 现在这个重点的 哪一点的东西 就是讲的这个 所谓的时钟信号的一个相位和极性 这个就比较抽象一点 那么相位和极性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相位 什么叫极性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他说SPI接口 总共是由CPOL和CPHA 来决定四种不同的传输格式的时序 那么我们来看看CP 前面讲了CP 这应该在这个控制里面应该有 就是CP 这个CPOL和CPHA 来看这个两位 他说这两个位干什么呢 就是来控制这个传输的时序 时序 我们时序的话 我们经常也讲到 对不对 就是时间讯息 对吧 也就是来决定这个传输的时序 那么我们来看看CPOL决定是什么 CPOL是决定时钟脉冲 SCK的有效的脉冲方式 它是正脉冲 还是负脉冲 这由CPOL决定 而CPHA来决定 来决定的是 这个数据线 MOSI 也是个MOSI 核实输出数据 以及采集数据 就是MOSI 是一个输出数据的这个端 对不对 那么还有采集数据 是什么 那么这两句 根据这两个组合 你比如说 两个组合 他们已经有四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 好 那么有哪四种情况 你们这个里面 比如说这个里面有CPOL 可以4-0 也可以4-1 那么这个CPHA也可以4-0 和4-1 对不对 因为你又决定 这里有两种情况 这里有两种情况 那么 R得4 这里有两种 这里有两种 那么总共有四种组合 那么一定要四种情况 那这四种情况 怎么个决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 我们称之为什么 CPO等于0的时候 它来的是一个叫做正脉冲 这个我们称之为急性 就是正脉冲 急性为正 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 负脉冲 对不对 因为你空险的时候 是作为高电瓶 来了一个有效的 来一个下降严 来一个什么 下降严 这个负脉冲 我们称为这个 这个叫做负脉冲 这个急性为急性 所以这个里面的CPO L等于0和等于1 决定了这个 SCK的一个脉冲的方式 它是正脉冲 还是负脉冲的方式 好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CPHA也有两种方式 等于0和等于1的情况 那么我们仔细看等于0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等于0的情况下 这个bit 就会在 就会先输出来 这里面MOSI 就会输出的时候 就会先输出来 先出来 先输出来 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盐还没有产生的时候 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然后接着下来 就是有上升盐 或者下降盐 那么这个数据就先出 就是数据的这个流 这个先先出来 然后再接着 就是这个时钟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那么MISO也是一样的 MISO也是一样的 数据是属于先出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数据的输出 明显的要比时钟的输出 要快 快一个快半个半拍 对不对 如果说这里一个数据网 发送 叫做一拍的话 它明显又快半拍 那么我们称为这个相位 就抽钱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相位 要抽钱了 这个数据传输的这个相位 要抽钱 快半拍 好如果说 这个数据的传送 这个数据的传送 是CP HA 大概是等于1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 上升员 上升员 或者下降员 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数据 才 才输出 才有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相位 他们是同步的 对不对 是同步的 然后在第二个 上升员和下降员的时候 他们这个数据 才进行什么 数据的采集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相位 应该来讲 就没有快 没有超半拍 而是相同的 那么 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有两种不同的 这个相位 既然有两种不同的急性 也有两种不同的相位 那么一共有四种情况 那么我现在就问大家 这种通信那怎么设置 你比如说我跟具体的一种 芯片进行通信 咱怎么设置 它这个 具体是哪一个相位 具体是哪一个急性呢 那么主要根据 这个外围的一个芯片 因为CBO它是灵活的 对不对 它这个一边整可以控制的 那么只要看芯片 你比如说595的这个芯片 又看C 595的芯片 它是符合哪个时序 我就设置哪一种 相位和急性来配合它 所以我们这个到具体的情况 再来讲解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一年我们就讲了 根据不同的相位 这个关系 那这里有一个 这个表格 它就会告诉我 好 当CPL等于0 CPAJ等于0 那么第一个数据的输出 是什么 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输出 其他的位置的输出 是什么情况 那么数据采样 是什么情况 那这里都有描述 大家直直细细的 对着这个表 和前面的这张图 好好的理解 好好的理解 那么我这里留给大家一个这个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 就是你把这个表和这个图 两个对应起来 认真认真认真的把它看一遍 你会发现这两个里面 是不是描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相位和这个极性的关系 好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就是相位和极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前面总共分了三点 第一个点 我们要试着干什么 试着主从模式 也说我们要试着好 我们这个主机 你是 是公司在主机模式下 你有使能 也就是我们在计存器里面要设置好 同时 计存器设置好之后 也要在硬件上面 incss引脚上也要设置好 也要设置好 这是第一 将主工作模式设置好 第二步 我们要选择正确的一个叫做相位和极性 也就是我通信的时候 我会选择正确的相位和极性 所以这个也要设置好 第三个 我们就要关心我们数据通信的格式 所谓的通信数据通信格式 在上节课里面也讲过 讲过什么 你这个数据通信是八位送过去 把一个数据八位送过去 比如说一个数据有八个位 比如说我这个数据是1010 0000 那么我现在就有个问题 这个这个八位的数据送过去 是先 先从 最右边的这个最高位送 然后再再这样送过去 还是先从最低位算起来 然后一个个送过去呢 那么这里面就肯定有一个数据通信的这个 我们叫做格式 比如说它是低位在线还是高位在线 那么这里也有定义 这个低位在线和高位在线是不能乱的 你乱了数据就整个就乱了 所以我们也要根据具体的外围的芯片 进行合适的选择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说了 SPSCI1基准器里面有一个叫做LSB first way 那么它为0或者为1就决定了是高位在线还是低位在线 当然 这个可以随便由程序来设置 它既可以高位在线输出也可以 低位在线输出 那么具体是怎么输出 那你又将这个位进行正确的设置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就是我数据通信的这个格式 还有就是我是传八位的数据出具 还是传16位的数据 因为在Codex这个STM32系列里面 它除了允许八位的传输 它还可以允许一次传16个 那样这样子可以加快传输的这个速度 那么这里面有个DFF位 也就可以决定每个数据你是传八位还是16位 所以这里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数据真的格式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顾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进行SPI的通信 我要试试它是主机模式还是重机模式 第二个我要试试它的向位和极性 第三我要决定它的什么数据真的格式 那么数据真的格式里面又有 MSB还是LSB还是8位还是16位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简单的SPI通信 其实它里面关系到这个里面的设置还是蛮多的 那么这么多的设置之里面 它有个好处 就是使得这个SPI的通信 根据它可以适合各种各样的SPI通信的一个芯片 它都可以 因为KOTEX STM3它都可以设置 很灵活 当然对于编程人员的话 你没有掌握它 你就会觉得很困难 对于是你转握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也很简单 好 那么我们现在举例举一下例子 我们以SPI主模式通信 我们来举个例子 整个通信的过程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既然有主模式通信 当然也还有重模式通信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主要是讲主模式 那么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事情呢 首先要设置一个波特率 波特率就是我通信的一个速度 好 第二个我要定义这个定义好通信的这个相位和极性的关系 第三个我要定义好数据格式的关系 然后还有是高位在先还是低位在先 好 然后接下来又设置一个 你因为你是主模式 那么你又是在这个ns相应的这个引脚 还有还有这个msr这个引脚 你首先要把这个mstr要设置为主模式 好 这里面也要注意这也要设置好 然后ns引脚要工作在输入模式下 那么其中将ns引脚又设置 连接到什么高点名 如果你外部的电路没有连到高点名 那么你在软件中可以设置 它的ms这两个位 这两个位 如果ms这个工作 引脚是工作在输入模式下 那么只需要设置ssoe位就可以了 那么就对这个ssns进行正确的设置 最后设置好mstr和sp使能整个spi的模式通信 那么只有当ns被连接高点名 这些位才能够保持置位 也在ns这个位是引脚是非常关键 你必须要连接高点名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通信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123456分为六个步骤 你这个设置才ok 只要你设置一ok之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通信了 然后在这个配置里面 mosi是数据输出 miso是数据输入 这个是根据你主模式决定的 你是这个主模式 那你一定是这样的工作模式 如果你是从模式 那这个数据就是不对的 而就是反的 mosi你是作为数据输入 moso的话你作为数据输出 因为你是从级 对不对 现在你是主机 那就是这样的东西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讲的发送过程 这里是一个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进行数据的 读写了 读写也就是发送和接收 那么发送过程 当一个字节往这个反送区里面一写 那么发送区立即开始了 在发送第一个数据一位时 这个数据就会并行的传入到这个一位计程器里面 也就是它有tx buffer直接传到这个shift shift register 然后 然后创行的输出到mosi一位 引脚上 如果是高位在先的话 还有低位在先 那么就取决于这个计程器的设置 取决于这个位的设置 那么相应的 高位在先和低位在先 那么使得这个数据输出到这个引脚 这个位置就不一样 对不对 是先存高位还是先存低位 好 当这个数据全部传完之后 传完之后 那么这个txe empty 就是发送为空这个标志 就因为质疑 如果你开了中段 你打开了中段 也就是在计程器里面设置了txe re位 也是你允许中段的话 也是我这个标志自移之后 还会触发中段 这样子你可以进行 在程序里面可以进行中段处理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发送过程 那么数据的接收过程也简单 数据发送接收过程 它会自动的把数据接收下来 然后放到这个 计程器里面去 当这个数据已经接收到八位 一个字节接收下来 它自动的就会把它丢到rxbuffer里面 就这有一个就是接收反程区 丢到接收反程区 然后就会rxn1就会被置位 有个这样的标志位就不会置位 那么如果你设置了这个r1位 这个rx1r1位的话 那么这个置位就会产生一个中段 一方面你在程序里面进中段处理 好 然后你知道了 来了数据 你读取spidr的计存器的值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刚刚传送过来的这个数据的配方 你读这个过程 它自动的将清除xrxn1位 也就是rxn1位被置位是由因件接收满了 它自动的被置位 你读一个spidr它自动的被清零 也就是rxn1这个标志位 它实际上是由你的这个由因件来完成的 那自动的被置位自动的被清零 因为你读一次它自动清零 然后你这里买了 往这里写了数据之后 它自动的质疑 所以我们看到spi通信实际上还是做的非常的智能 我们通信过程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往数据往里面一丢 它自动的帮你发了 你就不要像我们的原来做这个这个把口模拟一样的 你又不断的给上升员呢 然后呢 不断的进行数据的移位了 也是我们在软件中 不断的就将data左移或者右移 对不对 然后产生一个上升员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不需要产生了 那你就有spi这个模块 它自动的完成了 那我cpu干什么 cpu就可以省下来干别的事情 对不对 这样这样子通信速度又 其实有个好处 第一通信速度快 一旦设置好了通信速度快 第二的话我cpu节省什么 节省资源 也是省 cpu可以干别的事情 对吧 你没必要为通信来浪费太多的事情 你得把这里进行正确的设置 好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spi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里面 在这个手册里面也是有的 来 这里也留给大家一个作业 就是你们把spi的这个手册啊 参考手册 那么参考手册在哪里 就是这个手册 这个闪失 那么这里有个spi的这个 你把它全部看一看 找找里面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全部把它通读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我们这里面讲解的过程 你是否都能够理解 有什么问题在来 可以进行交流 好 这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里面设置的好多位 好多位每个位是干什么的 都对它进行一个了解 好 还有包括这个spi 第2寄存器里面是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16位的 对 也就是看它给一次性发16位不出去 也可以一次性结束16位进来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spi方面的一些 各方面的知识 那么下个我们就用spi来实际动手来进行编程 那么这个是spi的一个程序 那么我们下个再来进行动手的编程了解